女孩用一半生命换取了死神之意 当金色的光芒在她眼中闪耀之时 她就能读取到任何人的真名和寿命 而更可怕的是 她还拥有一本死亡笔记 写上名字就能操纵人类的死亡 在这个世界上 女孩可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 可就在这天 她竟然发现了一个看不到寿命的男人 当天夜里海莎就找到小月 原来小月也是死亡笔记的拥有者 不久前小月化身基拉 用笔记突入了无数逃脱法律制裁的罪犯 而杀害海莎家人的罪犯也在其中 所以海莎对小月非常崇拜 可小月却拒绝了 她觉得海莎凶大无脑容易暴露自己 为了取得小月的信任 海莎甚至将自己的笔记送点她 这等于是将生命交到了小月手上 其实小月接受海莎的真正怜音 是因为她的眼睛能帮忙干掉自己的宿敌 那个智商逆天的少年啊 可要一直躲在避难所里 小月还在思考如何让海莎胜利见到她的时候 却发现她竟然出现在学校里 虽然对方用面具掩盖了自己的样貌 可小月还是觉得有点不对 恰巧这时海莎也在附近 小月突然意识到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只要海莎看到她的样貌 在天才的智商也是死局 海莎果然不负她的期待 取得了她的真名 就意味着大局已定 现在只要公知海莎 就可以取走阿的性命 然而电话接通后的那头竟然是 原来前阵子海莎滥杀无辜 早就被警方锁定 之所以今天才收网 就是怀疑她身后还有同伙 小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她怀疑海莎扛不住审讯 天天就在这时 死神雷姆出现在她的身边 原来海莎为了守住秘密 不惜放弃了笔记的拥有权 死神笔记的所有记忆都已经被清除 心系海莎的死神雷姆威胁小月 看着死神咄咄逼人的样子 小月脑海中却涌现出了一个绝佳的计划 这个计划不仅将人性计算到极致 甚至把自己都当作了一枚棋子 她把自己的笔记埋入丛林 并且将海莎的笔记交给雷姆 让她给笔记寻找一个新的主人 然后主动来到调查组 全怨自己就是基拉 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 可小月却说 自己有可能存在第二人格 为了喜剖嫌疑 主动提出监禁自己 只要在这期间还有人死在基拉手上 那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这样小月也被关进了审讯室 监禁的前几天并没有罪犯死亡 可就在第七天的时候 罪犯的死亡率突然飙升 赵宇说现在就已经证明了小月两人的清白 可要却知道 死亡时间是可以提早设计的 她和小月玩起了心理战 然而她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小月早将自己的退路都堵死 她说出了和死神刘克约好的暗号 放弃了笔记的拥有权 有关死亡笔记的所有记忆 在她的脑海中消失 也就是说现在的小月 已经变回了当初那个充满正义感的天才少年 她就是堵自己能够在了之前 抓到新的笔记拥有者 届时就可以凭借笔记重新找回记忆 然而真的会如此顺利吗 14天后 顶不住压力的L只能将小月和海沙两人无罪释放 而小月在出狱后 通过数据对比查出死者偏向女性 而且还都上过樱花台的报道 最终锁定基拉就是电视台的主播 警方布下陷阱 很快就将她捕获 在她的身上警察们搜出了那本死亡笔记 可就在他们接触笔记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惊恐地看到了死神雷武的真身 被死神震慑的众人没有注意到 接触到笔记的小月已经找回了记忆 但找回记忆还只是她庞大计划中的一小部分 在这个计划中 她将全谋 连性情感都计算到了几点 我没感觉